聖文森及格瑞納丁總理 龔薩夫閣下抗禮 陳副總統抗禮 新任的聖國駐台大使伯安卓女士 各位訪談的貴賓 現場的同仁及貴賓 大家好 上個月我們剛完成自由民主永續之旅 造訪了聖文森及格瑞納丁 非常感謝好朋友龔薩夫總理抗禮 親自接待 歡迎 加爾比海的美麗風光 跟熱情好客的人民 也讓我們印象深刻 很高興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能夠在臺灣接待龔薩夫總理抗禮 相信未來在伯安卓大使協助下 雙方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我知道總理閣下的三公子 昨我們及兩位女公子 包括今天在座的ISIS 都曾經來台研讀華語 ISIS 也發揮所長 在聖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 歡迎你再次回到臺灣 也希望各位訪談貴賓 都能夠進行享受在臺的行程 目前 我們也在聖國 陸續推動多項計畫 希望分享臺灣的技術跟經驗 協助促進聖國的發展 也共同來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明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明天是8月8日 是總理閣下的生日 也剛好是我們的父親節 同時 在這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總理閣下要為聖國在臺新設立的大使館揭幕 更是國外的有意義 我要代表政府跟全體人民 預祝總理閣下 四日快樂 以及父親節快樂 最後 我要邀請各位和我一起舉杯 祝福臺灣和聖國國營昌龍 友誼綠久彌新